哈喽 你们好 我是来自 Steady Bagging 的 Dori 今天呢 我要帮助一些顾客解决他们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的某一些的纸袋这么的臭 那纸袋呢 有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全新的料做的 那是它就是比较好的纸袋 价值也比较高 那第二种纸袋呢 是recycle料做的 那就我们叫recycle袋 recycle的意思就是一批用过的纸袋 它是被过滤了之后 它再造成为新的一批纸袋 那这些纸袋呢 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重 然后也比较不卫生 我们不建议你们来装食物 是说直接contact到食物 我们有些顾客是做饮食类的 那他就不会用这些纸袋来给他们的customer 因为他们的customer会complain 他们就是装了的东西怎么会这么臭 那它适合装不是食物类的 也可以装那些也是放个包装 不是直接接触到食物的 适合在帮家的时候成为你的好帮手 因为他们够厚 那这些纸袋呢 是适合直接装食物的 那我下一个影片会跟你们介绍 他们是装哪一类的食物 好啦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 如果你们有更多关于包装的问题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面 每天PM 我们会一一的解答 我们会一一的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